一場賣好笑馬跑 精英碟 只有八隻馬跑 七號仔 包裝大獎 上次十二前次第八 應該是冷門 智聖者強五號仔 大熱門 十八元 智聖者強 因為 路程只有第三名 但近跡是三一三二四二 六次 全部從前四回來 包括一個回合 兩個第二,兩個第三 近跡很好 智聖者強 但今次可以輸 輸到第四名 連續贏了三場 智聖者強 智聖者強 潘頓 四號仔 推出了 只有七隻馬跑 七隻馬有三個位置 五號 智聖者強 夾晚大熱 現場也大熱 一跑千八米 一號仔 多巴先生 鋪文 重磅 一百三十五磅 一跑千八米 贏過一本路程的就是 一號三號 一號三號 一隻五號仔 上次跑得好 然後就是進馬快車跑第四 五號六號比較近 一號 一號其實是好馬來的 真的 是好馬來的 不過近期跑七十一十八 很厚 上次 上次欺威心 五十七倍跑第七 報紋 報紋 有個心在這裏 亂說 我騎馬多過你 多過你讓馬 二號 二號仔 用箭神區 田泰安 十一倍 這隻馬最厲害 跑第四 本路程 用箭神區 六八五七四六 沒一隻 沒有一隻 賽積夠五號仔 近六次計 近六次計 桃花雲 上次不好 但前次 第二 再前次第一 桃花雲 八道的那隻 五六七八 都是上班來跑的 1 2 3 4 就是完班 但回顧問 3號飛輪占耀 飛輪占耀又很坎坷 平榜又不夠人跑 跑這個... 洋賽又要揹重榜 飛輪占耀 677664 何宅耀 3號 飛輪占耀 飛輪占耀 好像粗壯了些 又不是肥 也好像粗壯了些 跑1800 會不會好呢 飛輪占耀 他贏過本路程 1號3號贏過 要是買 買耐載能力 1號3號 要是買近跡 5號 5號很熱門 6號仔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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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5...4...5...1...5...3...4...還是不錯 125vezarin 大蒙高跑 5號 depois 上次21倍,巴道跑第四 現在比大文高 6號,進馬快車 即是你信賽職 就要信5號 連續六次都在前四回來 那5號什麼呢? 8號桃花雲 本老程未上過名 但上次不要前次很好 情況就是這樣 5號,6號 即是潘頓和大文高 5號,6號 即是這隻大文高 我喜歡他連續六次 前五名 5號就連續六次 前四名 這隻大文高 站在這裏 5號 自勝者 強 藍色3 潘頓 這次一動都沒有 跑到回來直路 最後200米 走不動 這隻馬 3號,飛輪閃耀 677664 這隻馬 早期太好 加分加到盡頭 跑平磅 又不夠人跑 又不夠聰明 跑 跑讓賽 又有130多磅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 去到一個 適合的磅位 大文高 這隻馬 就是剃攻 剃潘明輝 不理會這麼多 趙殺 就 空上去 機會更好 不用想太多 你叫我騎 我騎完 我騎完 出來算了 風來 剛才美麗同響都可以選擇 千八米 好像近期沒有什麼 越跑越差 上次六隻馬 包尾 好,看看哪隻 率先入閘 多巴先生 好,完成 等這一隊 快點 我會有 放鬆 並且 開 徐步馬 不準備 托檔 七場賽事 三級賽 千八米 精英碟 準備 大熱是5 好 一起步的時候 今天大家都平排 出閘 前面快點的馬 是中檔位置的自勝者強 在外面貓裝大獎 外面紅眼罩 還有飛輪閃耀 內蘭第四位 紅毛藍衣 是進馬快車 旁邊拍著它 藍白橫衣衣 在尾衣 用戰神區 後面兩匹馬 灰馬多巴先生 暫時電後 是那隻桃花雲 好了 過千四米斷珠 前面放的馬 是包裝大獎 跟著第二位 是致勝者強 在外面飛輪閃耀 內蘭第四位 進馬快車 再看到第五位 用戰神區 暫時電下一隊 灰馬多巴先生 埋便 還有粉紅三位 就是桃花雲 接近一千米的斷柱 包裝大獎 就放了出來跑 飛輪閃耀 慢慢壓過來 跟著第二位 再看到第三位 自勝者強 內蘭第四 進馬快車 第五位 中間用戰神區 外面多巴先生 暫時電後 是那支桃花雲 好了 過800米的斷柱 自面包裝大獎 就放得很鬆容 飛輪閃耀 就第二位 中間位置 自勝者強 在三達慢慢咬上去 一路在外面 灰馬 是多巴先生 內蘭省了些位 尾三位置 藍三位置 進馬快車 尾二有用戰神區 應該要扔出去 是桃花雲 好了 正直到直路 前面包裝大獎 還有少少優勢 飛輪閃耀 紅眼罩 中間自勝者強 亦都衝緊 在那邊 進馬快車 找位 大惡當追 就是這支桃花雲 最後二百多米 自勝者強 就已經中檔透出 緊脆技巧 有外面位置桃花雲 中間還有進馬快車 後多層 做個勇戰神區的列馬 最後一百米到 自勝者強 就已經拋離一個身位 贏出這場精英碟 跑第二名的桃花雲 在外面 中間第三 是進馬快車 前面跑第四 包裝大獎 結果今場賽事 這支自勝者強 贏上來的姿態 都相當輕鬆 捧走精英碟 外面追上來 桃花雲就跑第二 進馬快車第三 包裝大獎 跑第四 自勝者強 潘盾贏了另一場 三級賽 最後15元 捧走精英碟 第二名是桃花雲 對四歲馬 包裝大獎 第三名是六號 進馬快車 大文高跑第三 巴道跑第二 差一點 五號、六號 五號、八號、六號 不過五號、六號 應該很多人買到的 五號 這場又讓得輕鬆 這場 一號多巴先生 曾經有一段 好像上來的 有威脅 但跑一下又沒力了 太重了 這隻灰馬多巴先生 在後面 收到後面 包裝大獎 蔡明紹在前面 潘頓 第二 在第二 都留得很辛苦 他很想這隻 綠色衣服在前面 走上去 幫忙 麻煩你 擋一下 這隻 真是上來幫忙 這隻 何澤耀上來 這樣就漂亮 這樣就很好 跑 一品字形 真的 又小馬 喜歡跑出去又可以 這樣就舒服了 舒服很多 淺藍色衣服 我以為 戴文高追著這隻 馬跑 怎麼都可以 很有機會有 誰不知 就給這隻 8號仔 在這隻 8號仔 現在還在 撐 在這位置 這隻 灰馬 多巴先生 衝上來 在這裏發力 潘頓 不讓他過 頂住 已經跑出去了 已經跑出去了 飛輪閃耀隔離 即是外面 上來 以第二名的身份 轉直路 你看多巴先生 都不錯 不過 重磅 藍色格 藍白格 仔衣服 這隻 潘頓 這隻叫做 自勝者強 坐下 推幾下 搞定 戴文高衝上來 我以為 咦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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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原來這隻 這隻 很小 這隻 6號仔 戴文高 這兩個人 在搶 5號 8號 6號 潘頓 巴道 和戴文高 搞定了 三個外籍騎士 兩個澳洲 一個法國 又來了 導演又來了 又是蔡若岸 又是他 三級賽 下馬 站在那裡 對著咪 來訪問你 一級賽 站在馬上 對著咪 上去訪問你 不知道什麼時候 起了這樣的雜族 是嗎 站在那裡 三級賽 要落地 一級賽 要騎馬 好 再說一下 這隻馬很好 這隻馬很好 坐在那裡 很穩定 很聽話 這隻 強勁的衝刺 給我 5、8、6 還是熱門 8號和6號 差不多